在萨维亚的水疗中心被列入最流行卤幼目的地的名单 此不但针对邦国卤幼稚而且针对外国卤幼稚 生病的人过去从冲击到救济区疗养区 当时今天的救世完全不一样 来独家的卤幼稚 找热闹的卤幼稚和愿意保护好健康的卤幼稚 正面参观水疗中心 当然了找可以折疗病药的那些人也来到疗养区 近年来位于东南萨维亚的两个疗养区等级大量的卤客 就是说普罗美水疗中心和卤克维斯卡水疗中心 普罗美水疗中心离卤克维斯卡水疗中心远50公里 普罗美疗养区引游一样名称的拼装水也很有名 根据大夫的推荐 尤其是公斤的一个人在一年内应该喝 其是公斤水因为则对境界神脏非常好 罗克维斯卡疗养区是位于萨维亚有最高海拔的健康中心 普罗美疗养区离主要的道路比较远 而它在拉丹商铺 拉丹商铺就输与火山区 两个日睡全院在疗养区 东全院在救命区的中心 而它是主要的 东全院有6个窟窿24公升水在一秒钟内流出 水温32度 从西全院流出的水更多 但是水温比东全院的水温更低 人们用在全院附近的土地做泥土汤 而他们用泥土汤折料皮肤疾病 疗养区有低管水化 人们和这种话因为它保障生命力和活力 而它不危害集体 同时在大夫的鼓励下 这种水游时候也是产生好效果的疗法 在疗养区附近的道路散步的时候 你们就会听不相信奇迹的老人还记得一个忙的牛人在一个圈席连了 过几天之后它恢复了实力 在普罗美疗养区过几天之后一个老人开始了走路 故事存在但是我们一定知道 让在拉档上下面的属世项目里可以防所谓的禁止病 对在普罗美疗养区附近的洛克维斯卡疗养区来说 这也是最重要的健康计划之一 洛克维斯卡疗养区有37个折疗群 而100公升水在一秒钟里从折疗群流出 水温度也很高 这个则让自圆和现代的医疗 大于是不通满心弹症的药物和推行性疾病的药物 洛克维斯卡疗养区是为萨尔维亚最幼稚的气候 疗养神地之一因为它在高海拔地球 这五群长在这里 而大型动物也迁租到这里了 然而在这么健康的环境也可以去打猎 根据几率 科普尔尼克山的东南部中设计 是十三维亚国王尼鲁迪纳最喜欢的狩猎